太阳刚刚升起 现在是新西兰时间5月26日 星期六的早上起点 之所以这么早起来 是因为今天会发一双球鞋 我要去排队看看能不能买到 其实昨天路过鞋垫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了 可能已经买不到了 但是还是得要起来尝试一下 诶 怎么 都觉得没有人排队 这边有几个人在排队 也许它里面内部也好 也是八点 对 也是八点 对的 感觉人不是很多嘛 而且都是本地人 看来有希望买到 这叫双排 最后一个半小时 最后最后一双 因为这家店一种主发十八双 曾经虽然就不是我的话 但是我给我找找看 有没有机会和人家换一双我的话 这双排队 其实如果正常我买了一双不是我size的鞋 我心里并不会有多开心 但因为今天这双鞋 我居然是还在队伍的最后一个买到的 幸运的最后一个 幸运的最后一个 还是有一点想自动的 而且这双鞋看来发售的数量确实很少 拿到一个稀有的小马 还是有机会回国和别人换一双我的马 至少不用加价买的 我这个人就是坚决不肯让皇妞赚钱的人 从来不会家家买鞋 有知我信是知我密 佛系买鞋了 对佛系买鞋 我前面那个人是早上六点钟到的 前面那个店员 收银的那个店员 问每个人几点来的 然后问到我前面那个人 那个人说六点 就是很吃惊的样子 他也没有买到自己的房子 他也要十马 但是他只买到了八马 然后那个店员问我的时候 说你几点来的 他说我七点半吧 他说That's all right 就是我付出的辛劳 并没有前面的人那么多 但是我虽然也没有买到自己的马 但是店员就得来了 反正你也没那么辛苦 可以想象就是 在前面的十六位爱好者 他们应该都是排了通宵的 虽然有两个中国人插队 很不爽 其实运气蛮好的 我记错时间了 我以为是八点钟开门 所以七点半半 如果我要是知道在九点开门 八点钟来的话 就买不到 因为我后面的队伍还排了大概三十个人 要是不在哪里 要是不在哪里 就在哪里 我又要不要 那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到哪里 你到哪里 这个Gamma-lan的时候,它这边用的是塑料的一层 这次用的是鸡皮 而且它的这个标也是黑色的肚脐 如果是我的嘛,我现在就上脚了,可惜不是 看一下它的鞋撑啊,不是那种纸质的,是塑料的 这次的,在奥克兰买鞋,在新西兰买鞋还是比在国内买机会大得多 像国内贩子这么多人 那这里买,虽然前面有几个中国人是有点贩子的倾向 但是大多数人还都是真的喜欢而已 所以如果你真的肯早点去排队,通交排的话 你还是很有机会买到自己的嘛 像我这种,我新买鞋就听天由命 好吧,今天就这样了,拜拜 机会 好的 好 好 transfer